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,核武器的发展给各国的局势,带来了重要的改变。 二战时期,美国在日本投放的原子弹,给日本造成了十分严重的伤害,甚至是到今天都没有消散。 现代战争里,要是一个国家遭到了核武器的攻击,怎么才能最快进行反击呢? 为了针对核武器,其实每个国家几乎都在地下建立了军事指挥所,目的就是在遭到核打击时,能够迅速进行对策分析, 让整个军事设施不至于瘫痪,美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,这样的设施当然是必不可少的。 在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市,就有这样一座防备十分森林的军事基地,它的名字叫做下沿山军事基地,是美国地下指挥所中最为安全的一个。 就算是核弹头直接命中了这个地方,里面的水电也可以让其中的工作人员生活几个月。 下沿山军事指挥所和山体隧道中间,还有一个重量为25吨的大门,大门的厚度达到了2米。 据说里面可以监视美国,所有在空中的人造飞行设备,是全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。 像这样的地下指挥所在莫苏克的地下也有一个,包括我们国家也有地下指挥所,那就是曾被誉为地下长城的6501工程,它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建造,建成以后被开发为一个旅游景点,如果一旦进入备战状态,这里也会马上投入使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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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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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